4月8日清晨,像往常一样,在新疆喀什地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,家长们带着不同程度听力障碍的孩子们陆续进入康复中心,进行听力康复训练。 老师比学生提前20分钟进教室,在完成消毒杀菌后,对进班的学生一一进行沉检,检查人工耳窝,助听器是否运行正常,衣服口袋里有无硬物,并测量体温。 米热巴尼古利是苹果班老师,学生为4到6岁,看到孩子们坐着围成半圆,听老师点名,观察孩子们的听力反应,再放音乐,关闭音乐,反复关停,让孩子们识别,然后教孩子们发音练习,发音练习的字母涵盖了高、中、低音频,对训练听觉能力、发音能力、语言能力十分重要。 阿伊诺尔米吉提的儿子,4个月时发现听力障碍。 2019年,在国家项目的资助下,阿伊诺尔米吉提的儿子在喀什第二人民医院做了人工耳窝手术。 手术后,阿伊诺尔米吉提5岁的儿子终于听到了声音,目前他将陪伴孩子在康复中心进行10个月听力语言康复训练。 那时候,那个收拾费,20万左右,我想了很多的钱,我没办法交出来,所以我该怎么办。 然后,这个收拾费被过节免费的,所以我很高兴,很感谢他们。 人工耳窝植入或者佩戴助听器解决了听的问题,但要能说话,还要坚持不懈的科学训练。 学生们每天要进行语言、科学、健康、艺术等方面的集体教学,这和普通幼儿园上课没有区别。 此外,还有个别化训练,老师按照每个学生的听觉、发音、语言、认知、沟通等方面的能力,按年龄、性格、兴趣爱好等特征,对他们进行一对一的诊断性教学。 米尔斯曼·麦麦提一名曾是一家医院的助产师,自己患听力障碍的孩子在这里成功康复。 他便申请成为了这所幼儿园的听能管理老师,给孩子测听力、面配助听器、制作耳膜。 我当时孩子出生三天,医院给我听力塞叉的时候才发现的,然后当时我和老公的生情特别,我们觉得特别难受,我们当时特别解释不了这种情况。 我孩子参加培训以来,他之前就这回说爸爸和妈妈两个字,后面我孩子参加康复训练了以后,慢慢会说别的藻具呀、注册呀那些。 17年3月份开始,19年5月份在这里训练的,19年9月开始上了普通幼儿园,这年9月份在上普通小学。 在这里上班的目的是为了跟我孩子一样的听力障碍孩子们,帮助听力障碍孩子们,帮助家长们,想给他们说我给孩子康复训练的经验。 让孩子能听会说,出源上学,融入社会是这所幼儿园的使命,然而老师为此付出的爱心和耐心,一般人难以想象。 今年准备首期对60至50个孩子进行人工耳卧手术。目前前期准备工作呢,我们从摩底和第二人民医院对接都已经完成,5月份可能正式进行手术。 虽然我们看着孩子听力残疾是不幸的,但是我觉得在党和政府的关怀,在咱们各级圆江省市的支持下呢,这孩子是幸福的。 据悉,2020年,喀什地区拨款1.3亿元人民币建设残疾人事业保障中心,用于残疾人康复、救治、残疾人脱养和残疾人就业培训。